那个是口误 嗓子里的时候不太舒服 口误 是长得叫气了 今天我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口号 那么大家一起欢呼 当然是这样的 我本来想说是 你能今天我们春的比较贵族吗 希望你上台可以讲八个字 就是奉天成运 奉天成运 话而照约 后来忘了讲了 然后不过最后还是补回来了 说大家集体欢呼吧 比较符合我们这些 比较贵族的这种气息 今天唱的还是喜双刷 那今天获得是怎么讲 今天获得什么讲 今天获得是对那个舞台 最剧风格讲吧 对 我们觉得你们最剧风格 感觉呢 我们最剧风格呢 我相信有眼睛的朋友 都能看出来 然后呢像是 就是说不是这意思 我就说这个 就是说因为很多人看见 我们在台上的很多表现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们花儿队来说 嗯就是没有任何的 别的别的想法 就是希望能给各位带来欢乐 然后呢也是希望 而且我们花儿队 以后就会主持节目了 不要以为 当时我说话 就主持不了节目 中国是什么都可以的啊 那么呢 我们会主持很多节目 不仅从音乐中 还有更多方面 都给各位带来欢乐 还有就是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来说 我们的风格就是一个字 好 还有呢 大 还有呢 真大 啊 二月队能不能再问一个问题 因为今年你们的成绩挺不错的 你们能不能对今年的成绩 做一个什么 我觉得就是说 有很多人说过 就是说因为当艺人嘛 只能当红 不可能长红 所以说呢 我个人认为 所有东西都是一 都是过眼云烟 可是 嗯 然后呢 我们还没有到很红的情况下嘛 所以说那个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至少有一天非常红了为止 我们再想别的 嗯 谁是你们的目标呢 谁是我们的目标 例如五月天就是我们目标 嗯 对对对 五月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团体 我们非常喜欢他们 嗯 是吧 你们觉得 多少年可以到他们那两年 嗯 再有两天 那个 明年吧 因为明年我们再出新专辑的话 就会 就会更努力的出新的专辑 希望就是下一次也能有很好的成绩 这样我们就可以 就是说 以前的 以前那段 那段的专辑 还有现在我们新出的专辑 再在一起就可以开演唱会啊 什么的 特别好 嗯 那明年你们最期待的 你得什么想 我们最期待开择演唱会 我们得什么奖来说 都是别人定的 可是我们要开 要是开演唱会的话 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嗯 嗯 好 嗯 可以 感谢